大家好,这里是南妹厨房 今天老妈用红薯来分享好吃的 首先准备两个红薯,清洗干净,去掉外皮 然后用插丝器插成丝,装入盘中 再放到蒸锅中,盖上盖子,把红薯蒸熟 蒸好的红薯用筷子一夹,非常的软烂 再打入两颗鸡蛋,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盆中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酵母粉,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把搅拌好的红薯加进来 搅拌成棉絮状 再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葡萄干,改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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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